對夜市來講 你當然吸引觀光客沒有問題 但是就觀光客的立場 OK 我如果只因為你給我一個5%的優惠 我就累積下一次 我從台北再到高雄去 我要等個當時 我一個高鐵票塞一個車 我那個大概要多少的優惠才會回來 在地人的話 對 重點就在回到這一個 任何一項的活動 我認為他真正想要達到的目的叫做什麼 不是給你優惠 叫做刺激消費 刺激你願意出來消費的那個慾望 我們過去政府做很多很多的經濟政策 不是說我給你免費 免費最好 免費不用錢都奔利 錢誰出 政府出就好了 但那不是 我透過給你這種優惠的方式 給你一點的動力 希望你本來覺得不想消費的人 小確幸的感覺 我願意出來 你知道我們過去在談夜市狀況的時候 夜市經濟有一段時間很可怕的是 夜市有沒有人 有人 但是去夜市的人他不買東西 就走來走去 我就走過 我就散了 我都不買了嘛 我不買因為很簡單 我覺得我就買不下去 剛吃晚飯吃飽了 不要浪費錢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要去 不要把過度的把解讀成說 我因為推動這個東西 我就大家發大財 你光想就好了 廠商他這時候算一算 我本來賣一百塊 為了參加你這活動 我要打個五折 打個九折之類的 我沒有因此賺大錢 但對不起 他不是這個概念 所有的活動跟方案 他第一個凝聚的是在地的人的相信 我覺得這個才是第一個最重要的 在地的人都不消費 你說我只打算靠這個去刺激觀光客 你慢慢刺激吧 觀光客去一次兩次 一年他能去幾次高雄 我覺得這個你要很務實的進來看 所以我非常贊成 剛剛佑正所講的 你現在營造出一個話題 讓大家願意進去 我真的講實話 一百家店家 你到夜市去走一趟 一間夜市就好 從頭走到尾 絕對超過一百家 當然 所以這個的數字 當然是非常少的一個數字 可是它是一個起頭 你如果從行銷的概念來看 你會發現到當店家如果他願意響應這個活動的時候 他可以節省掉多少他可能應該支出的成本 你知道像這個卡裡面 你知道我這給大家做一點建議 因為這是人家實質上有辦過的 他會成為什麼樣效益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人家在做網頁設計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說 我告訴你這要怎麼使用 最重要是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商家列表 你直接商家的部分 你在這邊做的時候 你就發現到當你當你開始進去點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說我們有多少的商家 在這裡面可以做到網頁 你現在看到我現在點商家列表進去 你就會看得到 有多少商家我在這裡可以找得到 我們除了吸引人家願意消費之外 我幫廠商做了 幫這些店家 高雄在地的店家獎勵 我幫你行銷 我覺得從整體的政策角度進來看 高雄市政府在推這個活動的時候 也不要一直覺得說 我們就是幫人 你要講清楚 因為你要吸引的是 店家願意跟你一起配合做這樣的活動 那你如果成效不好 我講說我店家幹嘛給你這個抵抗 我給你我也沒有好處啊 這個東西他就變成是大家要一起來 所以我覺得對於高雄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不要去唱衰他 我從這個角度進來看 高雄的人或高雄的店家 我甚至覺得當他提出 只有百家店家 我真的覺得少 他應該更努力 大家一起去響應這個活動